谢霆锋带儿子做亲子鉴定,谢嫌愤怒,张柏芝含泪道出实情。 谢霆锋和张柏芝的感情备受媒体的关注,当初谢霆锋疯狂地爱上了王妃,却和张柏芝在拍摄《无疾和老夫子》时因戏生情,更是直接奉子成婚,留下王妃黯然神伤。 好景不长,2008年两人孩子上幼儿园,却被爆出张柏芝和陈关希的照片风波,一时之间张柏芝成为众矢之地,甚至连孩子的父亲也保守争议。 面对舆论,谢霆锋还是选择走到了这一步,带儿子去做亲子鉴定。 让人意外的是,在做亲子鉴定之前,谢霆锋十分愤怒,称自己的孙子根本不会认错,坚决不让谢霆锋去,反倒是迪波拉忧心重重,拉住儿子和孙子前往医院。 据网友爆料称,当时一家心情沉重地赶到了医院,等待结果时张柏芝痛苦不已,含泪道出实情,孩子生父就是谢霆锋。 根本和陈关希没关系。 仔细想来,两人结婚多年,陈关希和张柏芝的恋情也过去很久,无论如何两个孩子的生父是不会发生错误的,甚至谢霆锋还表示,其实两人还应该有第三个孩子的,只是受到照片影响,张柏芝不幸流产。 网友纷纷质疑,为何谢霆锋知道得如此清楚,而且这几年一直对张柏芝格外的注意,虽然生下儿子是为谢家传宗借代,可总觉得哪里奇怪呢。 陈关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表示,张柏芝和谢霆锋婚姻的失败和自己压根没关系,是他们夫妻感情出现危机,别总拿当初照片的事情让自己背锅,反倒是当事人才是最值得同情的。 对于这事,你怎么看,如果两个孩子真是亲生,谢霆锋为何不管不问呢?谢贤又知道些什么?